老花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出版面的养黄问题 第一话说老花一你看我这个规避主情况不好 麻烦看一下咋回事 就是拍照片拍得不清楚 我能看出来啥 我现在就看出来老爷哭了 别的什么都没有信息了 也看不着盆土 也看不着你也不说日常的养护 像这种问题呢就作为一个作废的问题了 希望花儿门在拍照片的时候 你得让我看到你这个清晰立体的 你比方说你 我女朋友病了 我带她去看医生 我拿根头发去 大夫说你女朋友呢 你女朋友在这呢 你去说你家哪呢呀 最近养护的怎么样 之前怎么样用的什么养的 大概的一叙述啊 望闻问切呀 像个侧博说 哎呦老花一你看桂花叶子突然都掉了 不然你没有发现长出来很多的新叶吗 新叶子多你管老叶子的事干嘛呀 刚谈了一个新女朋友 你说你以前的那个前女友哭了 关你什么事 前女友又不是你女友 你什么你管好现代的不就行了吗 老花一你好 请问页杆上棕色的小点是虫子吗 哪有啊 哪有的不是 这是毛 我的天哪 体毛 他的体毛 宝贝 有很多一些个 你像卖绿绒 或者是一些个 柴叶鱼 类似的 他身上都有这种毛 我这属于很正常 要虫子的话 我那个尿尾 要啪多少的 嗯 下个臭包 老花你好 啊我可以看看我的蜘子花吗 突然不行了 安徽蹦蹦 像蜘子花在你们安徽都能做地灾 就是在绿化袋里面都能涨 蜘子花 哥什么药可以出这虫啊 这臭春也臭大姐也在我们这儿叫 哎呀什么药 我还一说我也抽着呢 啊 这个东西 不行我这个味道上头 刚吃过饭 先灭这些个 家里面有什么虫就招呼着上吧 什么绿青菊子 什么烂七八糟的 你家里面滴滴味的 怎么怎么怎么 不过这个东西呢 它是属于那种刺吸类的 它一般会吸食 一些个枝条上面的一些个枝叶 危害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个人有的 现在我们房子里面还有 你知道吧 就我租的那个房子 这个偶尔爬出个这种臭大姐来 啊 给我恶心死了 哎 下一个花友说 让我看看这个有没有根线虫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看不出来 看得不像是油 你这是你这个赤子花的这个花友啊 你像你这个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 这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碱性过高 而导致的假流失 还有一个呢 不止一次的跟花友们说 你要正儿八经的想养 赤子茉莉 山茶杜鹃这些个东西啊 咱们北方的花友 发自内心的跟大家说一句 您可以尝试性的去用一下我们家的土 对吧 从土到尾的 你好好地翻翻我之前的视频 有很多赤子花的一些视频 你好好翻一下 用一下我们家土 你试一试 我从16年到现在 我累计里教会了几万人养赤子花了 真的 以前那时候老是在群里面 在贴花里面 现在嘛 就是有很多的花友在群里面 也让让都学会了 好吧 不是说盆栽它养不活 是盆栽能养活 你像 咱们大多都是用一些原土去养 它碱性高 它长出来 它就是不舒服 就像人一样都有胃 你像枝子花这种是喜酸性的 就跟人一样都有一个胃酸 胃酸分泌不足 会消化不良 这种时期就是咯 然后它就还各种不好 它不就一个道理吗 老花一你看一下 老一夜都没事 新夜都疯狂地长白点 这个呢 就是有一些个 真菌呢 有一些病菌 然后有一点点的消化不良 就是有点营养不良的那种感觉了 像我跟花友们不知道说过多少次 你不能讲什么花 它长得过分的长 您都可以尝试的修剪一下 你要是长那么长干什么 是吧 又不是人也长得越高越帅 有些植物 该掐头的掐头 该施肥的施肥 该光照的光照 温度低了 营养不良了 还有一个土长了 它都会长出来叶子这种不好 它抗病能力差呀 对吧 你像那个孩子一样 十五六岁 长得最高的时候 缺钙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好了 今天养问题就到这里 希望花友们再问问题的时候 要拍个清晰一点的照片 整体一点的照片 稍微叨叨一下最近的养护 对吧 好了 我来花一 养花就在一 谢谢大家的照片 感谢观看